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杂食男子,我是阿杂 我是赵恩 哎呀,今天播出的这一集是12月27号 也就是这周末就是跨年了啦 哎呀,先跟大家说一声2023年快乐 Happy New Year 先说Happy New Year 然后一个月之后还要再说一次 哦,对耶 请问陈家的男子有什么计划 陈家的男子跨年是在家 因为我觉得我自己也比较宅啊 应该说我核心的朋友群都没有生小孩 真的假的 我是就以后 你反而是异类耶 如果我的朋友真的有生小孩的话 他们的小孩就被我儿子霸凌 而且年龄还比较大了 对啊,就是会大很多啊 就是我结婚之后我就是都会跟爸妈一起过 三代同堂概念 哦真的,就是原来陈家之后的跨年是这个样子 然后大家就会等看烟火 然后我通常等不到我就睡着了 我们就是不要就是先听这个 你知道长一辈人的说话 那你自己说你有什么计划啊 哎,我要去那个恒春跨年耶 我们每年的跨年好像朋友们都会约一下就是出去耶 而且我现在跨年已经不会在外面了 我都一定要在室内 哦真的,人要死 我永远记得有一次跨年我就是跟一群好像是高中朋友吧 要去淡水跨年 淡水,为什么又有人想要去淡水跨年啊 没有我们那时候就是大学生啊 你为什么要讲这么成年的往事 不是那是因为就是我少数在外面跨年的记忆 哦真的吗 然后我们那时候,而且那时候捷运还没有24小时哦 跨年都马上会24小时 那个时候没有 不可能 真的没有 不可能 我对天发生那时候没有 那有可能就是因为你们选的太奇怪的地方跨年 不是他那个时候 因为如果是信义区的话捷运都是二次 哦对啊,我不知道是不是 可是我们那时候淡水去的时候 我就是记得因为人太多 然后我们还赶不上12点之前到 好像是在车上就跨年的 好废哦 对,而且然后去了之后还回不来 结果在淡水吹冷风 在外面跨年我是高中就开始啊 一下课就去排队 所以其实跨年晚会应该都是 那种高中生挤在你前面 我跟你讲出社会之后 我就没有办法在外面跨年 没有我后对 我后来有一阵子跨年就会约朋友家 因为真的比较舒服 然后就会自己办一些主题趴之类的 哦你们好热情哦 还办主题趴 对,然后就会被隔壁的邻居 还说现在已经蛮晚的 哈哈哈哈 哦年轻的时候也没有办办主题趴这样的 因为我好害怕哦 你怎么那么无聊啊 没有我就是一个那个啊 中规中矩的人 哈哈哈哈 我就不是个party boy啊 哦 我们是都在家保读师叔耶 哈哈哈哈 真的耶 怎么会有人看凯特温斯雷 看到女性自觉这么深刻 哦对啊 我最近写了一篇铁达尼浩的文章 哎可是我是说真的耶 我小时候就对这一题很有感 居然看这种片看到 这么有人生意义哦 那部片影响我蛮多的铁达尼浩 如果你现在不知道我在说什么 哪一部片的话是铁达尼浩 印象我蛮多的 你要去搜寻一下我们的Facebook啊 没有IG啦 没有都有发吧 IG跟Facebook都有 对啊 我小时候还为了他写过一篇作文 还是那种你知道六百字的方格子 好啦 算你是跟詹岛很有缘啊 哈哈哈哈 我也没有想到啦 嗯 好啦这一集前面的废话也够多了 反正就是这一集本来想要轻松录一下 因为想说 跨年应该没有什么人会听吧 哈哈哈哈 对啊 对啊 但如果说你是跟我们一样就是年纪大来只能带来家的话就可以订一下 也是啦 也是啦 就是我们这集应该是录给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听 诶所以我们主题还特别有设定一下 哈哈哈哈 没有如果有年轻的朋友想要在跨年Part的时候看一下我们介绍这几部电影 确定要这么Harko吗 哈哈哈哈 就是 你觉得确定就是他们正在玩的High的时候说我们下来看一下星蛇的生肖不会被打吗 所以我们会了解一些老年人的恶趣味啊 就说你看就是那两个老人介绍的哈哈哈哈 好了今天到底要聊什么了 今天要聊一些港台的奇幻剧作啦 奇幻剧作 哦奇幻剧作 我跟你讲有一部我真的很爱哦 我真的为了他录的诶 哦是这样吗 是啊 等一下大家就会知道是哪一部 好那在开始之前最后再说一下 大家记得要订阅我们的Podcast平台哦 不管你是用Apple Podcast 或是Spotify 或是KKBOX都可以 就是你记得要按订阅 这件事情很重要 订起来 然后当然你也可以在底下留言 或是说起码报我们五星好评啊 因为我觉得五星好评蛮重要 蛮简单的 如果你不想要留言的话 起码按个五星 你知道哦 完全不会有伤害 哈哈哈哈 完全不用任何一点时间 因为这也是我们做节目的动力啦 对不对 之前其实在平台上面有不少人留言了 哇感人 这一两个礼拜真的蛮多的诶 一个是在Apple Podcast上面 就是可能是听了我们刘麻沟那一集吧 他就有就是呼吁大家要记得去投票 哦 他可能是听到我出差没有投 有点生气 对啊 我知道你在骂尚恩啊 我会我会帮你骂他的 对不起 夏州芋头啊 对他说每一次选举都很重要的哦 不要放弃手上的那一票 好好好 对然后另外还有在YouTube上面 真的蛮多人留言的 有一位就是听众他说 詹姆斯卡麦隆是少数80年代出道 到现在还很活跃的超神导演 我想他就是影坛的玛丹娜的概念吧 哈哈哈哈 可以可以这么直观的对比吗 以上业性来说可能也真的是哦 我觉得是啊 就是每个领域都会有那种 就是哄很久的人 可是真的蛮不容易的 詹姆斯马丹娜 哈哈哈哈 他也没有想到被这样称呼啦 然后还有一位就是听了我们 宫崎峻那一集就说 非常有趣 有广度 有深度 讚 哦谢谢哦 哈哈哈哈 我也觉得我们那集聊的蛮有趣的 每一集都是偶心力写 对啊 如果这位听众有听到的话 也可以去帮我们别一集留一下 哈哈哈哈 每一集都有深度 好啦那今天到底要留什么呢 我们刚刚前面有讲过了嘛 我们要聊一些就是港台的奇幻剧片啦 奇幻剧作 尤其是锁定在 我后来发现是90年代 我们今天会讲的三部都是90年代的片啦 我那时候是真的蛮想录的 是因为那真的是我们儿时回忆啊 是啊是啊 而且我就那时候的主题都非常的有生命力 嗯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么觉得啦 我觉得应该是说比较没有限制 包袱吗 对比较没有包袱 对没错 就是你多烂的东西你也敢弄 或是说多不堪的内容 对 然后多低级的 现在真的可能因为资讯比较流通 我们会自我审查 对 条条框框会比较多 那我觉得那个年代就是 打一个资讯落差的部分吧 对 变成是说导演或是从业人员 我独你不敢拍啊 没有我还真的敢拍 对 或是我独你不知道 我独你没看过 对不对 没错 我觉得OK的啦 因为其实喜剧跟武侠 也是我们小时候的重要回忆啦 可是我觉得今天就刚好没有聊到这两个 哦 因为我觉得这两个也是非常值得单独录的啦 我觉得小时候的确有两类型 其实现在好莱坞在做的 我们那时候其实就有了 一个是魔幻的主题 是 然后一个是漫改跟童话 你看现在那个好莱坞多夯 对啊 一直在漫改跟童话 可是其实你知道我们以前就有 哈哈哈哈 他已经知道你要讲什么烂的 哈哈 大家听到这边应该知道是什么啊 真的吗 我就一定知道的 还有魔幻主题也是啊 可是我觉得魔幻主题 第一次现在台湾都不敢拍了 门槛太高 对你就会觉得现在拍 比不上好莱坞吗 有啊 欸你把九把刀放在哪里 月老啊 人家都得金马奖最佳特效欸 所以要对他至上敬意 他敢拍欸 他那个奇幻换到一个 换到我不忍直视 你到底有没有看过 我有看啊 我就是去看了之后 我就不忍直视啊 我就没这么差啊 我应该说我对于九把刀的印象 最好的还是那些年 然后 那你没有看过楼下的房客吗 我没有看过楼下的房客 楼下的房客也还可以啦 因为我 其实楼下的房客的 小说我也还蛮喜欢的 他就是走一个劣奇道的极致啊 我一直都没有勇气去看电影 因为我觉得我很怕他毁掉我心中的想象 哦 我觉得还OK啦 月老我有看过小说 因为我以前就是大学的时候就是九把刀明 没有因为九把刀那个时候的小说 是在那个无名上面 然后他是免费的 月老我有看过 我后来看到人家一直骂 我想说 怎么可能那么烂 结果去看 所以你也觉得还好 我觉得啦 这样子讲好了 他的小说有他的时代背景 所以如果你放在20年前就是我们大学 他这个小说21个电影上映了 其实应该会蛮轰动的哦 可是经过这么多年 然后大家一直这种类似翻玩啊 或是各种这种 所谓的恶趣味的主题 大家的门槛一直提高之后 他就变得没有那么上了台面 这也算是很久之前的小说拿出来改编 就会有这个问题 是是没错 对啊 就是像是以魔幻的主题来讲的话 台湾跟香港其实都各自有魔幻的主题 在90年代 像你还记得就是浴火凤凰吗 当然记得啊 以前的陈美凤 最美丽的欧马桑啊 最美丽的欧马桑啊 他有承认这件事吗 他不是永远18岁吗 对他后来要演武则天什么的啊 可是他那时候好像演浴火凤凰的时候 就已经年纪 对他已经不年轻了 可是那时候特效好像是真的 算蛮厉害的吧 因为你有记得他变身成火凤凰那一段吗 有啊 就是他的人会从嘴巴变成鸟嘴 对啊对啊 对然后听说还去日本找特效就帮忙用 特色 特色帮忙用 站队 诶那时候多夯啊 那时候好像是真的 幼稚园回家都会赶快看这一部 是啦是啦 还有那个 还有那个亚比的那个啊 是Beebo 哦Beebo 亚比 Beebo长大看超丑的诶 哦对啊对啊 可是小时候 啊哎呀 不是他会哎呀呀的那个啊 叫做铃山神剑 哦对啦 可是这部我好像没看过 他就会从那里就一直 哎呀呀哎呀呀这样子啊 对啊但我想不起来啦 好反正小时候我应该没有看过这部 但是他的确是很红 还有就是那时候僵尸片香港也是非常的红 他其实也算是 林正英 对对对对 他其实也算是魔幻元素 他只是融合了东方的鬼怪吗 我自己觉得是啦 我是觉得稍微有点牵强啦 但是僵尸片还是算是 就是林正英真的是有演出一代宗师的那种感觉 没有是那个主题那时候很红 我以为就是他们那一组人哎 就是那一组代齐的那个时代的流行啊 就那时候很多还有开心鬼也是啊 哦真的 你知道都扯到跟鬼啊 哦清朝的鬼 他们很流行穿古装的鬼 哦 开心鬼我记得后面有几集很感人 我记得我有看过看到哭过 他有好他有好几集 对因为他真的太多了 所以导致于我并不确定说 我到底看过多少集 是是是 然后另外还有一部本来是我打算放在今天的 就是东方三峡 他是偏正经了吧 我觉得我们前面讲的那些其实 看起来都会有点开玩笑的 是没错啦 可是今天的也是有一些正经的啊 我自己觉得 哦 东方三峡也是魔幻主题啊 而且你知道我当初很想要把东方三峡放进来 是因为他是一个 魔幻元素再加上末世 哦 你看就是我最爱的末世 你可以另外批一个主题啦 因为毕竟他是走一个正经路线 而且好像是杜齐峰导的 对啊 是个认真的导演导的 还有那时候魔幻主题 还有像是人鱼传说啦 人鱼传说是我想的那个人鱼传说吗 正英界那个吗 阿智我是一条鱼啊 天呐 哦 拜托 那个你要 他算魔幻吧 有一点点吧 很开玩笑耶 不是我跟你讲 这就呼应在我们前面讲的 你看现在如果拍这个 马上被骂爆 对啊 因为我小时候看到那个鱼啊 我想说 这个特效做得这么烂 就连我小时候都觉得 他有鱼尾巴 会吗 我觉得他说看起来是真的 哪里真啊 你真是很peaky的一个小孩 没有你真的要 如果要这样比的话 当然跟很多年之后 我忘记是罗志祥 有拍过美人鱼之类的 就是 其实坦白说 过了这么多年 他们也没有进步多少 可是我还是觉得算真耶 以那个年代啊 啊 至我是一条鱼 而且还要 那时候还带起来 要想要吃腊潮海瓜子 哦 那也曾经是一部浪漫的 爱情电影 也不要这样子 好啦 正英界也是一代的 帅哥啊 对一代的怎么讲 他是一代帅哥 魅力男星 除了当那个铜锣湾的浩南 他还兼了很多纯情小生的工作 哈哈哈哈 啊是今天我们也会讲到他呢 嗯 另外还有一些慢改跟童话的改编啊 像是慢改 哦那时候都随便来耶 可是我发现你很多都没看过 因为有一部 哎我忘记是不是叫红场飞龙 但是我跟你讲是张曼玉跟许冠杰演的 哦 所以其实都是很红的人演 我记得很清楚 他的故事在讲一个 呃男生 就是许冠杰演的 然后他失忆 是 他失忆之后就被一个杀手组织抓去 哦 然后就是把他训练成杀手 哦 然后张曼玉就一直在寻找他的男朋友 一直到多年之后才 在偶然之下遇到的这个男友 可是他已经忘记他是谁 然后已经变成一个杀手了 哦 他好像是改编那个叫做什么 池上聊衣的作品 哦 哦 池上聊衣我倒是有可能有看过 池上聊衣就是一个很有名的硬派的漫画家 红场飞龙 他是改编他的哭泣沙神 我有看过哭泣沙神的漫画 因为就是因为我那时候蛮喜欢那部电影 然后再偶然的机会下去 租了这部漫画 就看不下去 哦 真的哦 硬派到一个不行 他是比较老派吧 对老派又硬派 结合了两个我不太喜欢的元素 反正那部电影我觉得蛮好看的 然后你如果看过就会知道 他里面一直在讲自由人啊 什么之类的 还有啦 城市猎人也是啦 但是我觉得他那个时候的慢改 都不是真的改他的原著 而是用了里面的元素 因为像城市猎人我觉得 就很像魔改 是魔改啊 我记得城市猎人是成龙眼的 对啊对啊 台湾也是不遑多浪哦 而且还是我跟你讲 你才知道吧 台湾有拍过北斗神圈 我真的没有印象哎 那不好像不 那不真的不红 但是我那时候也是看什么宇宙窘骗王 就是他有一个网站在专门介绍一些 就是有点像是今天会介绍一些B级片 他就说哦你知道台湾拍过北斗神圈吗 再怎么样我们今天介绍的也会是B级片里面的王 就没看过应该也停过 起码那个年代都一定停过 嗯 但是北斗神圈的台湾拍 我其实真的蛮想看看的 应该是蛮好笑的 我应该是 这没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 你有上那个画质修复你再教我看 对没错没错 真的是慢改的部分嘛 然后另外还有就是童话的部分 这个我本来也是今天想要放进来的 没有就是童话 我觉得就是你讲的冒险系列吧 算是 可是他们就是以童话的基底去改的啊 是啊是啊 就是台湾以前其实真的很疯这种东西 大家知道台湾有拍过阿里巴巴的故事吗 哦这我真的有看过 这个我 阿里巴巴 你就知道他首歌 阿里巴巴诗歌什么什么 对啊 伤今的情年之类的 对伤今的情年 对没错 啊我跟你讲他的卡是多么坚强啊 男主角阿里巴巴是齐勤演的 真的我刚查一下 齐勤的扮相好像熊仔 哈哈哈 你知道对熊仔的粉丝礼貌吗 OK吧也是也是一个帅哥吧 对啊也是一代小生啊 对啊 而且女主角是杨琳 哦 杨琳他的代表作是什么啊 他应该是歌手出身 对啊 然后另外还有就是阿里巴巴 他的哥哥是讲阿里妈妈 我记得很清楚 太开玩笑了啦 而且你知道这个角色是谁演的吗 曾志伟演的 哦是这样吗 哈哈哈哈 你看曾志伟以前也是演过蛮多开玩笑的片 我记得曾志伟讲话都是这样啊 假音 假音假到不行 哎而且你不要小看 辛拉里巴巴这部片哦 他当初整个故事是远赴中东的约旦取景 真的还假的啊 我要都查那个wiki 所以他们是认真的要搞哎 他们不是 对他们不是开玩笑的 他们是而且还请了当地的民众客串演出 哦那我们现在这么戏虐的在讲这个东西 不会啦他们三个应该不会 就是这些演员们应该不会听到我们节目 所以我应该是觉得还好啊 哦有朝一日顺便红到 应该不会吧 他再请一个 齐请上我们节目分享一下当日拍片的经验 所以请齐玉来聊聊看他 他弟当时拍这部片的时候 有没有为戏受生 靠北 然后除了辛拉里巴巴之外 还有一部就是我们真的是小时候应该都看过 哦历史文著 我小时候很爱耶 摸摸他都讲 其实我本来想要放这一部的耶 哦那为什么不放 辛陶太郎是我第一部 应该是我第一部进戏院的 比方你上集有说啊 对啊 可是你知道他有两部吗 我不知道耶 他好像是辛陶太郎是第一部 然后好像第二部是什么 辛陶太郎大显神威 我其实有印象 两部我都有印象 第二部是他们的魔王是 坐在一个雪池里面记得吗 他就是要很多同男同女的雪 好像有耶 对我小时候看到的时候真的有阴影 小时候有一阵子的电影其实非常的血性 就他们没有在管分级啊 因为小时候应该真的没有分级 对小时候我们是真的会很容易就是明明就是小孩子去看到一些血在乱飞 对啊对啊 或是一些很琴瑟的描写 对对对对 小时候真的都没有在管对 虽然你现在的角度去看都觉得那些道具真的是有点有点假 可是小时候就会觉得很真 可是那个时候辛陶太郎我记得有进戏院的时候好看是觉得好看 但我心里一直有一个疑惑是为什么他们要找一个女的来演辛陶太郎 你小时候就有这个疑惑 有啊 你很你很早熟 难道那是女性自觉 哈哈哈哈 难道是阿杂最爱的女性自觉 对啊最爱这个议题了 哈哈哈哈 好啦可能如果要演那种小生怎么样都男生都不会比女生反串的来的秀气 对啊呃就是如果大家不知道的话辛陶太郎是林小柔演的 对我觉得应该现在如果是九年级 其实应该不知道他是谁的哦真的吗 一定的啊他但是他现在还有在演戏 但是他现在就是演正常的女性的角色哦 他没有在反串他是台湾第一代电影的小生哎 对啊小生而且他是女的哦但是他都演一些俊帅的男生对 包括我们今天讲到的也有他演的对 对我们就从几大系列当中挑选了三部 我们觉得说好像算是一个代表吗 哈哈 我觉得有两部OK有一部我真的不以为然啦 哈哈哈 哎你不要这么说等一下大家讲到一定会很有共鸣好 然后先第一部我们要讲的是 魔幻的主题类是什么呢 新十二生肖啦 有没有想到我想到要录新十二生肖我都好兴奋哦 魔王林了 对经典台词就是魔王林了 还有他是我们最后一个生肖蛇姬 哈哈哈 哎他是1990年的作品 大日如来 火光普照 对 哎这看过这部的都会记得哎 哎很震撼哎 小说卡这里有阴影 坦白说虽然说现在回头看有一些很开玩笑的部分 但是 这真的是一部好电影 他他其实不是闹的哎 对他不是闹他认真演的 他认真演的 因为他教会我们很多道理 真的是这样是不是等下你好好的说啦 对 我是觉得没有什么道理好这样 好我先跟大家讲一下剧情好了 因为我觉得还是可能有人没有看过 大家要怎么理解新十二生肖呢 我先跟大家讲他就是台湾版的魔戒 哈哈哈 我每次都会这样介绍 哦我们那天不在讨论是台湾版的圣斗四星石 哈哈哈 这个也是 对差不多 嗯 啊反正他的剧情一开头就是一段动画 很酷哎 一开头就是动画 我第一次看哎 因为我后来发现我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没有看过那一段动画 对 你知道那段动画 除了在演那个 呃怎么讲 十二生肖赛跑的过程 重点是他有一首台语歌 哦对啊还搭配了主题曲 对然后唱每一个生肖 他的一些特色吧 打游施的概念 对打游施的概念 对对对对对 哎我很喜欢哎 如果以现在的概念来说大概就是一个 Mumbo rap 哈哈哈 就反正他的开头是一段动画 在说万寿赛跑排名四 然后选出了十二生肖 他们就会变成十二之神 是就变成神明 可是他们选出来之后还是彼此在那边争吵不休 对 没有办法传结 斗来斗去 对所以佛祖就把他们打入凡间 然后并且派出了莲花使者转生 然后就是要去找出这十二生肖 因为佛祖即将涅槃嘛 他开他一直在讲佛祖要涅槃 哦 然后这个莲花使者呢他必须要在期限之内 我记得好像是月泉使之前 哦 要找出这十二个生肖让他们团结 然后要打倒魔王 不然人间将涌入黑暗 哦 他前面的话说超重的 对啊 而且他是找那种就是很自证枪垣那种 哦对对对对好像是好像是 佛祖即将涅槃 对 宣导 对宣导宣导 如果你要说就是他也是每一次在电视上播 我都会看我的电影 其实还不错啊 就像你刚刚讲的啊 我们后来就长大之后就觉得说 天啊他有好多东西 就是好像在别的作品上有 可是当时并不知道啊 对啊对啊 这样自然生斗式行事 对啊他就是 贝麻就是雅典娜 对 这是要讲到我们第一个要了的 嗯 哦我我下的标真的很没有礼貌 哈哈哈哈 公主病的先驱 哈哈哈哈 贝麻 真的他就是什么都叫人家去啊 我觉得公主病这个词说的太重了 我就要修饰一下了 他就是 很会使唤人的 哈哈哈 使唤人然后就是 哦说教大王 哦对说教大王 说教大王贝麻 真的 他就跟那个戏后来那个什么 大话戏友里面的唐僧是一样的 哦 他只是长得漂亮的版本 好像是那个年代的女主角都流行这样子 就是那种无害的 然后非常身性善良的 就是说了一些话之后旁边就会有人 帮他做牛做嘛 教化大家 对啊所以他教化了十二生肖 让他们团结去死的 哦好啦不得不说就是 我小时候也是觉得贝麻很可爱啦 他是很多人的心中的那个 女神 女神 而且他前面还裸泳啊 哦真的 小时候看你又很嗨是不是 就哦哦哦哦哦哦 哈哈哈 可是我后来看了一些访问 他说他其实那时候是有穿 肤色的精神裤 哦那想 想当然也是这样 怎么可能真裸泳 而且他小时候花了很多篇幅在甩头发 你有注意到这些事吗 有有 甩头发那个真的是 长大看之后觉得莫名其妙 那个年代很流行甩头发啊 就出水浮浓啊 对因为他们那个年代 少数可以表现那种慢格的 哦还有性感的感觉就不能太过火 对啊然后那个拍摄手法 那种慢动作的东西 我还写了就是除了 圣斗士星石的雅典娜也是这个路线吗 对 还有梦幻游戏的美术也是同样逻辑啊 对 那个年代很吃 就那个年代很吃这一种 如果去查那个圣斗士星石的梗图 你知道要查 你不是还有生命吗 你就会看到雅典娜的土炮出来 对啊 就是灌老板的先驱啊 对灌老板先驱 你不是还有生命吗 对啊 我说雅典娜我什么都没有了 你还有生命啊 长大之后觉得很靠北 没有我觉得要先讲 新十二生肖很赞的地方是 虽然说我们前面讲了很多 好像很开玩笑的 但我觉得 他们是启发你很多吗 对他的重点是 他先去背马 就是到这个转世到人世间之后 他先一个一个去收服 跟唤醒那些 生肖们的记忆 然后我觉得那些桥段都很有趣 哦对啊 他就是会触摸到他 然后那个人就会 就会突然间 哦那个醒觉了 醒来然后背后就会闪出 他是什么生肖 哦可能跟大地母亲 有一些点 哦小时候我很爱那个桥段 而且我们小时候还会学那个 结印那个 哦 你知道他们都会一直结印 然后念什么 什么 哄妈咪咪咪咪咪咪咪 对 然后就被收服了 跟神奇宝贝 对对对对 他是个神奇宝贝的概念 神奇宝贝训练大师啊 带了十二支 神奇宝贝 哎真的靠北 我们以前那个大学同学很喜欢聊新十二生肖 哦 因为里面真的超多靠北的桥段 而且其实你要说起来哦 他是台湾全本土 然后也算是真的是很多活跃到后来都还很厉害的演员在里面的电影 这也是比较长一辈了啦 现在都比较没有在荧幕前看到他们的啦 对但是我意思就是说 那个时候应该也算是某种程度上的全明星 对不对 有那个刘志汉啊 你刚刚说的 背马那时候很红啊 对啊 然后刘志汉是马吧 我记得 刘志汉是马 康楚也很红啊 狗笑 哦康楚是狗 可是康楚后来就没有什么在演艺圈的吧 他有演星奇龙珠啊 哦 他也有演 对耶 所以你看他那时候多红 对 然后后来还有那个谁 杨雄啊 那个健美先生 对对对他虎笑 他是演老虎嘛 他是虎笑 然后又有林小柔 然后还有鼠笑是那个什么 李志汐还是李志祺 反正他们两个其中一个 对对对 所以就是其实真的是蛮多 还有那个 廖骏 对还有廖骏 然后我好喜欢廖骏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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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廖骏是机 杨是一个更老的是不是 对对 但是杨笑我就不认识了 哦 OK 他算是本土演员跟就是国语派的演员都有演 对 混在一起 可是那部片里面他是有讲台语也有讲国语的 我觉得也是那个时代的国片才有这个特色 哦 对对对对对 其实就是我们刚刚有讲过啦 林小柔 他其实也有在新十二生肖当中有嘎一脚哦 嗯 他是演龙笑 而且还有很多人 其实那时候是把林小柔当作是梦中情人的女生 哦 就觉得他是帅哥啊 哦 然后我还爬文了之后就是 有看到就是有人长大之后才发现他是女生没有办法接受 啊 到底是多迟钝啊 可是小时候应该真的分不出来吧 哦 我是一眼就看得出来啦 像我小时候就觉得康楚很帅啊 所以你喜欢康楚那一型的是不是 不是小时候很多女生喜欢康楚 你自己问听众 哈哈哈哈 哦好 如果你喜欢康楚的话帮我们留个言哦 诶 因为康楚小时候是那个白 他是白马王子的形象 是吗 他不是一直笨狗吗 哈哈 现在长大看的时候也会觉得说就是工具人 我小时候看就觉得说你多蠢啊 哈哈哈哈 诶 你很过分啊 小时候大家明明都觉得他很帅 他就是护花使者啊 而且我小时候就已经很关注 就是牛肖跟那个虎肖都不穿衣服这件事情 哦对啊 好喜欢哦 小时候就很喜欢 天哪你好变态哦 虎肖还只有穿让我露出半边胸部的衣服 因为我自己是属老鼠啊 所以我就会一直投射我老鼠在里面啊 是因为老鼠在里面又 小鸡能没有棒 就是表现的 你说他没有一番大作为吗 对我就有点 我们老鼠都这么废的吗 会吗 我觉得他在里面算蛮正常的角色耶 他就是蛮酷的啦 因为他真的是伸手矫健这样子 你看属鸡的人不就更惨 还是廖俊 而且廖俊在里面更加没作为吧 他是负责开心果的角色 对啊 而且他会一直吐槽别人吧 我记得蛮好笑的啊 他就是只负责这个啊 可是不得不说说到新十二生效 他其实台词真的很经典耶 而且他有很多桥段 其实直到现在看都还是蛮爱的 就是跟我们前面就有讲嘛 就是魔王你赢了 看完这部的青年级生 应该都知道这句话吧 现在PTT上面偶尔还会用啊 就跟大家可以回家了 丽王 电影梗图 对啊 丽王我们没有讲耶 有点可惜耶 丽王 我觉得看过的人应该又更少 因为他有点偏硬派 诶那个时候其实很多特效 现在看都觉得 当然没什么 可是那时候看很可怕 是是是 他后面的打魔王那边 你比较有印象 然后所有的生肖都要相继死去 对啊 哇那一段我真的 因为他演的都很 不能说很真实 而是很夸张啊 哦对他的死法都蛮惨的 对啊很惨耶 我刚刚讲 因为我会投射自己是老鼠嘛 我又写 对 尚恩很在意老鼠的死法 我很在意老鼠 诶 印象很深刻是老鼠那个时候 他前面都很快 很很帅啊 然后伸手很矫健 然后跑很快这样子 他在里面是玉面书生的形象 对啊就是 锦毛鼠的感觉 对对对 我觉得应该是 因为小时候那个 也有看包青天嘛 就是锦毛鼠那个感觉 可是呢 他就是 中了美女的奸计 他们那些恶鬼 就变出了坏的那些美女 然后那些美女就在那边 烧手弄之 当然我们也会很怀疑说 怎么会有人 打恶鬼的途中 突然想要跟美女来上一下 对对对 对啊 但是他 无论如何就跟美女 亲了一下 对 搞得起来 交产之后怎么样 全身的花柳病 皮肤都烂 他那个烂得很夸张哦 整个脸都这样子 亲一块 子一块 我小时候下烂耶 我想说 天哪 你要是跟女生乱搞 就会这样吗 花柳病 他可能是要告诉你们 不要随便跟人家打呸 真的很恐怖耶 我小时候整个留下阴影耶 男女关系这个 谨慎哦 谨慎 谨慎 哦他其他人的死法 每一个人都很 都很夸张啊 我其实最有印象的是 胡销被一掌拍死 因为他那个血还溅出来 对 可是他要接着前面 前面是我讲了嘛 魔王 他先一脚踏下来 对 然后那个牛很壮嘛 对 他就很壮 他就马上跟立王一样 举起了那个脚 魔王的脚 举没两下之后就 啪啪 因为他是用特色 所以他是有把那个人的模型做出来 对 然后再被脚踩烂 对对 真的就是直接啪啪 小时候看觉得很可怕 然后 下一看你就蛮幽默的 对 有一种恶趣味感 下一看就蛮幽默的 对 然后因为他那个里面 老虎算是很强的 对 所以我就觉得老虎总 出来总可以挡个两下吧 对 结果就像你讲 一掌被拍死 那时候看到那边的时候 就心里也觉得很绝望耶 而且其实他们最强的是龙孝啊 也只有把魔王用出擦伤而已 对 而且龙孝用哪一招 用人间合一耶 说贝马我先走了 人间合一 对啊 他台词到底 每一个人相继死去的时候 我真的心都凉了 我小时候就有这个感觉 就是说这个战力太悬殊了 这怎么可能会赢 他后面就是那个啊 开大绝 主角光环啊 对啊 后来贝马一招把他秒杀啊 所以后来我长大之后就是没有就是最近啊 就要做这部片的时候我就去查资料 然后就有人写说 原来生肖其实是祭品 阴谋论阴谋论 对啊 原来是祭品 我牺牲十二生肖在台上覆盖一张魔法 覆盖一张魔法卡 举动大日如来 对 指出大日如来魔法 这样贝马真的很坏耶 贝马附黑啦 对啊 真的是好不容易召集在一起 就是为了他们慷慨就义耶 要不然他一开始就开圣光就赢了 对啊 他如果大日如来那么强 他也不用找人了 他从头到尾就是直直的走去魔王那边 一炮把射穿 大日如来 就结束了啊 早点喊就没事了 对啊 哎呀真的是 其实还有一个觉得印象很深刻 就是康楚就是那个狗笑 他撞头到那边 那边很可怕 看起来好痛哦 而且那个时候的特效都用的很夸张 而且又是为了救贝马 对啊 他的天灵盖就撞到墙壁 他那个时候是血浆之类飞溅出来 对啊对啊 就怕吃一声就番茄就飞出 所以我那个小时候看那段真的很震撼 那时候看完我有短时间之内 不想要再看第二次 我觉得很很刺激 太刺激了 哦可是我小时候是真的每次转到都还是会看 但是有一个也是我长大之后 到了大学之后发现说非常的不合理的 就是大桥那边 兔校跟那个猪校 他们就是跳上去 然后把自己的身体覆盖上那个尖刺 然后就说 哦对对对对对 踩着我们的背走过去 他的关键就是缝其实很大 没错 其实你要踩 你也不用电个人 而且其实重点是 那个刺其实很长 电人上去也没什么屁用 对可是我觉得重点就是 他的刺的缝隙超大 只要小心一点 小心一点就过得去 我长大之后看就有那一段超过很厉害的 我那一段也是很猛欸 就是直接这样 撒啊这样 你就需要跳为了打败魔王 就是要牺牲这么多 哦真的 小时候看我记得对我的那个精神感官刺激太大了 哦而且还有就是他刺穿背马的脚啊 哦小时候看其实蛮可怕的 没有他 我觉得现在不可能会这样拍啊 他那个刺从猪的身体穿出来 哦对对对对对对 然后都是喷血 就现在都会比较避开 就刺下去那一瞬间 他不会有那一瞬间的画面 没有不一定 我就是要看分级啦 是因为那个时候这个算是 应该是所有人都可以看的到 对啊普遍级啊 你没有办法想象 就是那时候竟然会拍成这样子 真的 但是我个人还好啦 可是我小时候尺度就比较高吧 不行啦 如果以现在我来说 我要给我小孩子看 我怎么可能给他看这个 诶那时候还有就是 朱孝咬他们屁股的画面 你记得吗 一开始就是鸡跟猴 他们不是江阳大道吗 哦哦 所以他们被抓进监狱啊 对 猪为了要拷打他们 把他们的裤子脱下来 然后肉屁股 有有有 咬他的屁股 而且而且肉屁股是真的肉欸 是真的肉 所以我那时候想说 哇我现当那时候当然不觉得 可是现在长大看就是 哇那时候尺度很大欸 对啊对啊 大到一个爆炸欸 可惜就是现在我找不太到 就是有修复的片源啊 现在都是一些模糊的版本 对啊 欸可是说实话就是这部 如果上数位修复版 去电影院看的话 我其实会愿意欸 是哦 对啊 我觉得Netflix我加减看吧 哈哈哈哈 好那拜托修复一下好不好 新12生肖修复很多人会看欸 我觉得这个修复应该是真的 蛮多人会看的啦 台湾版魔戒欸 再度讲一次 台湾版生透世青石 哈哈 还有就是 他最后跟大家讲一个 小小的科普啦 哦 就是牛肖跟魔王 其实是同一个演员 难怪我小时候就一直觉得 魔王的身材蛮好的 我一直以为魔王的身材是 有用黏土黏的欸 因为他要涂的绿绿的那样 那时候一定是为了省钱 你如果身材本身就是好 你干嘛还要去做假的 哦也是啦 我以为就是穿那个肌肉衣啊 小时候不是很流行吗 没有 你看得出来魔王的头是假的啦 哦对啊 我只能说你如果小时候有看过 然后听到我们在讨论他 你觉得有很多东西想要补充的话 可以留给我们 对啊 因为我觉得这部可以讨论的谈资 真的非常的多 他各种就是荒谬的死法啊 又什么之类的 找到他们的方法 可是你又会觉得他荒谬之外 充满恶趣味之外 又其实很认真 而且他其实想要教会 大家就是团结力量大啊 哦真的哦 对啊 是不是漂亮的女人都不能相信 漂亮的女人都不要担心 是以天同纪要教给大家的 哈哈 我觉得这部片也蛮可以这样讲的啊 应该是说在路上 遇到小女孩跟你搭话 不要随便回答他 对而且不要被他碰到 你被他碰到 你可能就会看着 哦妈咪咪咪哄 他就会跟你说 我们要去打魔王了 对 很衰欸我跟你讲 很衰很衰 里面的人本来都没什么事 被他指头点到 里面的人本来都过得蛮逍遥的 其实 对然后后来就被他点到 就只能去打魔王 有够随小 惨死变成忌贫 对啊 然后就是这一部 新十二生肖讲完 那下一部片就是慢改的作品 哎呦 我很不能接受这个 但是你一直就是 吃之以鼻 没有 因为我后来发现是为什么 因为你跟七龙珠不熟对不对 好 等一下我要先讲一下 第二部要讲的是新七龙珠 好啊 你说因为我跟七星七龙不熟 所以没有啊 因为如果你真的跟七龙珠熟 当然我必须说 里面比如说 呃 绝对不可能接受这个东西的 跟很多人都说这部拍的比好莱坞那一部好 他比好莱坞那一部好 不代表我就必须要接受啊 OKOK 你这样说我可以理解 就是他的扮相 我觉得他有尝试 试着要去还原 所以你说如果以扮相还原程度来说是有 可他的剧情内容 然后整个七龙珠 他前段在还没有开始成为第一格斗漫画之前 他其实就是冒险然后趣味 然后的确也是搞笑的 对对对对 但是他其实没有 没有真的那么低级 哦 当然他会有一些偷先女生裙子 或什么的确有 没有错 可是悟空还是一个很天真烂漫的角色 因为一些闯祸的时候 然后可能遭了上一些麻烦 然后有一些逃跑啊 或惊慌那种感觉 可他绝对不是一个低俗的 就他趣味不是像电影看到的那样子 对 我这边就让你帮七龙珠护航一下 对啊 但是我还是得要说这部小说真的是 一代人的记忆啊 我不管我还是要介绍他 好啊 你就介绍 反正他的剧情在演什么呢 就是有一个外星人叫做牛魔王 他也用了一些西游记的元素哦 反正他是一个那个外星人嘛 然后他成了太空船 降临地球屠杀了一个村落 嗯 然后抢了这个村落的正春之宝龙珠 我忘了是几星的啦 反正也不重要 然后只有村长的女儿逃了出去 然后因为坏人他一定是要收集龙珠嘛 嗯 就是基隆 草人也要收集龙珠啊 哦对啊是没错 Everybody要收集龙珠 然后所以他就在世界各地寻找龙珠 然后谁拥有龙珠呢 就是这个故事的主角孙悟空嘛 然后就画面一转 就到了一个远方的深山之中 就是有个叫孙悟空的人 而且这个孙悟空是陈子强眼的 哈哈哈 然后他和爷爷一起生活 他有一颗龙珠 嗯 然后他在出外打猎的时候 而且我记得很清楚他是去猎鳄鱼 对然后就遇到了一个正在找龙珠的女生叫做 诶是布玛吧 然后就是谢金燕演的 对啊布玛是他老婆啊 没有想到这个时候魔王就派出人要前往悟空家 嗯 要抢龙珠 于是这一段血腥的杀戮就此开始 哈哈哈哈 虽然说的好像很严重 可是其实蛮闹的 很闹啊 诶你真的小说没看过吗 没有我就是有看过片段 可是我一直都觉得他到底在演三小 哦可是这种感觉 其实就是你如果看过绝代双交的漫 呃小说你就会觉得绝代双交的电影在乱演啊 是刘德华跟林青霞演的 哦记得啊记得 对对对对 因为小说里面他们其实是兄弟嘛 可是电影里面他把他们演就是在一起啊 就是一样的概念啊 嗯 在角色还原度上真的很高 哦 所以我觉得他会有第一时间的好感度 然后陈子强那个时候也不是一个丑角 算是一个小帅 武打小帅哥 有点像那个什么谁的概念啊 世小龙那个概念 那个年代很流行这种哎 世小龙跟好那个好少文都那个年代出来的啊 对但是好少文应该不能被归类在小帅哥 我是要说同性的部分 以及武打的部分 你不要这么敏感 有了他们新乌龙院也算是有啊 哦 一点点 但武打的部分是世小龙在负责的嘛 对啊 没有我记得演悟空爷爷那个金途 对就是金途 也是小时候很有印象的那种本土剧的演员 虽然说他们演员是说 好像当初拍的时候有授权 可是他爸都不相信了也是 谁会相信有授权的拜托 我也不相信有授权 那个时候好像对于版权的概念比较没有这么 而且我看了之后才想起来里面演那个小猪的 其实就是新十二生肖里面的猪小 他是猪小对对对 所以那个人他永远就是演猪 然后他在淘太郎里面是演西瓜太郎啊 哦对耶 他们是同一个演员 对对对对 就跟那个狗孝康处在姓七龙珠里面是演乐瓶啊 哦 饮茶啊 但是他里面叫乐瓶 哦 所以他们其实那个年代的演员好像 我们都会看到同一批 量产这样子 我觉得这部戏唯一值得推的理由就是说 就是角色还原度够高啦 然后里面有一些很恶趣味的桥段 这部我知道你一直都觉得还好 那你觉得原著有比他值得看的地方吗 当然有啊 对啊 我要问一下你啊 七龙珠他就是王道漫画的起点啊 就是从他开始天下第一武道大会吗 我记得我今天要讲的 对对就是 没有我觉得有很多东西 呃 比如说 战斗力也是从那个时候吧 对 战斗力然后变身 七龙珠他的特色就是眉毛很贱 就像贱眉吗 对 贱眉 什么都很贱 还有战斗庄加雪靴啊 对 然后眉毛很贱 然后眉头很皱 就他的人眉头都会皱在一起 所以那个时代的男生在画画的时候 几乎都是画这个样子的男生 然后发酵要用很多啊 对 那个头发一定是往上翘的 你要cosplay他就要用掉一罐发酵 开始其实那个鸟三明 他是认真的想要画西游记 哦 所以里面有孙悟空 然后有牛魔王 有这些角色 然后他就是要收集龙珠 然后他就是想要画一个轻松漫画 然后谁知道他后来开始画画画 画到开始天下第一武道会之后 大热 我知道他不得不变成格斗漫画 对 然后编辑部应该就是说你 开始就是走这个战斗力 是啊 是啊 然后打斗的 之后的漫画所有人都有天下第一武道会 对啊 有有白书也有啊 修行的这些东西也都是 从七龙珠里面来的 我一直都很喜欢七龙珠啊 我觉得七龙珠在我心中是神漫的 好 那难怪你不能把他接受他的改编 对啊 而且我 我觉得粉丝都会这样 长大之后都最喜欢达尔好不好 为什么 我小时候都觉得达尔很酷 我一直觉得达尔是最帅的 因为他就是 坏坏的那样子 后来长大之后我就觉得达尔就是 复制了我的人生 怎么说 他一开始看起来很坏 对不对 后来被打倒之后 他就开始变成一个超级善良的人 这是不是什么人格囚患是不是 不是不是 就是他就开始懂得道理了 他反思自己的人生 原本不可一世啊 然后后来就发现说 其实这个世界有很多值得关心的事情 他就开始变成很讲道理 你看到悟空从头到尾都在世界各地 一直忙着破坏地球 把地球打烂 因为他们到后来就是 一拳就可以把一个星球打烂 他们在世界各地一直不停的修行 然后从来都没有回家 所以 悟犯都是没有看到悟空的 可是达尔从头到尾都很认真在家带小孩 真的假的 他是一个好爸爸 对他是好爸爸 很认真养家 想不到欸 对 可是到最后 因为他都没有在外面修行嘛 他的战斗力早就跟不上了 可是他面对强敌的时候 面对普悟的时候 他还是要扛起来 然后还放下他的至尊 跟悟空说 我帮你挡三分钟 达尔是真正的男人 想不到你这样对 七龙珠的达尔有这么多的 好了下次帮你为他录一集 真的啊 我已经建议开始要放空了 我就可以 七龙珠开始可以收到这里 好可以了 让你推荐一下新七龙珠到底好看在哪 我没有推荐他 那你到底为什么一定要把他放进来 我没有 我一直觉得这个是时代的回忆嘛 慢改 因为他里面还有那个耶 红顶艺人的桥段耶 我完全不知道耶 但你不知道他里面有一段就是那个猪笑 不是猪笑啦 就那个胖子 他里面叫他胖子 我不是叫他胖子 他里面都只叫他胖子 对 就是他是有变身的能力 然后他就是有变男变女变变变 那个桥段很有名 这样没看过 我没有看过 他就是一半是男生一半是女生 然后唱名 合唱明天会更好 哦 所以有时代的意义啊 因为他有用到那个时候的梗 而且当然 我这段Suppose应该很被吸引吗 那应该要哦 哈哈 应该照理来说有看过人就说 对对对 他们那时候有唱明天会更好 而且还有那个龟仙人的部分也是啊 而且我很惊感 就没有看过那一段 你说那个谢金燕色又龟仙人 跳脱衣舞那一段 有后来有去补看啊 那时候也是觉得说尺度真大 我觉得谢金燕放得很开 不愧是后来成为姐姐的 哈哈 而且我那时候还记得他电视上播的时候 他是有点做那种 有点像是你打马赛克的效果 所以你就想说哇 所以那时候是真的有拖 因为年轻不懂事 现在是一定知道里面有穿啊 虽然是gag 可是那时候还是有被吓到 哈哈哈哈 还有里面就是有很多工地秀的笑点 因为工地秀就是那个时候搞笑的主流 所以那时候笑点都走这个路线 跟现在的stand up一样 就你不讲一些哇古人的或什么的对不对 就是 就是好像其实也跟高雅跟第15无关 而是那个时候就流行这样 对啊就跟你譬如说 或是我们如果是小学的时候 你不学一下音乐教室 对不对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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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就不像你会搞笑一样 我不想要就是承认我照你再说什么 对啊 你只说音乐教室 大家不知道是什么 是龙兄虎弟 是张飞跟飞玉琴 对啊 哈哈哈 飞玉琴笑得 哈哈哈 哈哈哈 你怎么还记得啊 而且他呢 那时候假笑都还要叠一下 对啊 没有是个跌倒的那个就是从龙兄虎弟开始 那可是因为其实飞玉琴 他也是从工地秀出来啊 就飞玉琴很有名的就是讲 黄色小话啊 对啊 像是星期龙珠里面讲的超多黄色小话 对啊 现在政治很不正确的 对现在看 因为他时候会用很多什么尖的 挂在嘴边 对啊 对啊 可是因为这部 你知道好啊好在哪里吗 好在现在其实你找不到 比较清楚的片源 但我觉得很多人其实 如果他输了就我不会想看 真的吗 我认真觉得他就是一个回忆啊 哦 因为你跟他还不熟 要不然他其实有很多经典的句子 哦哦 我家公子营 好啦 那我家少爷营 我家少爷营 我说错了 那如果 有同样对这部片很有共鸣的 麻烦你留言告诉我们 你就会知道说 哦 庞大的人都是陈子强的粉丝哦 好 那这部片要跟我下一部 我最推荐的片尬一下 好 那下一部到底要介绍什么呢 耶 哈哈哈 是超级学校霸王 我一直 哎 其实我到这一次我才知道 他叫超级学校霸王哎 其实我也一直 我一直都以为叫超级街头霸王哎 是因为他改的是街头霸王吧 我还在旁边跨我写说 这算慢改吗 哈哈哈 这算电玩改啊 电玩改哦 哦好走到好前面哦 对啊 但是也没有授权啊 他就是一部结合各种 乱来 致敬的 哈哈哈 各种乱来 第一个是他卡斯够强啊 对不对 而且他还是当中唯一有数位修复版的 真的 你现在在Disney plus上面就可以看到哦 可是我那时候看到是第一个想法是说 凭什么他还有数位修复版 我这次 我这一次重看之后 就觉得天哪也太 这个画质也太赞了吧 画得超清晰耶 对啊 哎 可是我这一次重看是看 蛤 我觉得好像就没有国语那么好笑 你要看中配啊 因为小时候都看中配 那是回忆加成 对 就是中配还是比较好笑 好啦 我就是反正他是1993年 然后是王金岛的 对 王金 台湾朱颜平 香港王金 哦 真的哎 对啊 他们应该英雄喜英雄 哈哈哈 说到有点脆乱 哈哈哈 好啦 那超级学校爸爸在演什么呢 嗯 他在讲2043年的香港 一位叫做 雨铁熊大法官的 雨铁熊大法官 对 他判了一个叫做将军的反派有罪 将军 我判你有罪 哈哈哈 我一定会判你有罪 他就判这个黑社会老大去坐牢嘛 嗯 然后就是那些 你知道黑社会老大 他们就一定有些手下嘛 然后他们为了想要改变这个结局 他们就决定要 穿越时空到50年前的香港 就是1993年的香港 你知道那三个手下里面 最忠心的手下是谁吗 谁啊 郑义剑 哪是忠心的手下啊 他们后来就背叛他 后来最后是 但是我一直都说 他一开始 也是带领他们要赶快回去救将军 哦对啊对啊对啊 反正就是他们 就是想要回去除掉他嘛 嗯 未来的警察就是飞龙特警 知道了之后 也决定要派出三位特警 一起到过去去保护法官 我这次重看完之后 就是立刻下来一个决定说 哇 魔鬼终结者 对啊这就是魔鬼终结者啊 我想说哇 那是小时候骗我们小时候不知道 而且这从头到尾就是魔鬼终结者 对他连反派都是魔鬼终结者的 对 意态清楚人 呃我觉得不只是 他跟魔鬼终结者的结构一样 就是说要是这些人不回答 过去的话 对 鱼铁熊也不会变成鱼铁熊 哦对对对对 就魔鬼终结者也是 要是那个魔鬼终结者不回到过去的话 其实那个妈妈也不会跟 就是不会生出那个小孩 对 然后他骑那些飞行船那些的 然后跟里面人的扮相 就是跟沾倒致敬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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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开始飞龙特警跟那些反派在 骑那个单人飞船在追的时候 啾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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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啾 所以那个啾啾啾啾的部分是不是 然后他们的那些警察的那种穿着 因为的确是啊他是1993年嘛 可是魔鬼终结者21991年就出来了 而且他就像我刚刚讲的啊 将军他里面的最大反派就是 液体金属机器人 那我想说那就是魔鬼终结者2啊 我觉得小时候的片子都这样子 就是打一个资讯落差 对啊 就是骗我们就是小时候不知道 可是长大之后你就觉得说 哇天啊这根本就是别的片子 他集结了非常多的漫画的元素在里面 对 比如说一开始 啊最大家知道的 比如说反派的角色跟飞龙特警 他们就是快打旋风 快打旋风里面的嘛 像正义件是啃啊 郭富城是龙啊 就是这些 就是还有那个铁面是刘德华 爪子啊对啊 还有那个豪流肯 诶不是豪流肯 那个阿里顾的那个是谁啊 阿里顾张学友啊 张学友他叫什么名字啊 对哨把头 哨把头啊 还有印度阿珊啊 任达华 任达华那个脚槽我丢脸 对 印度阿珊 然后其实坏人的两个手下 一样也是 一个是沙卡特 一个是 亨达 而且他那个亨 要熟哦 你该不也是快打旋风的粉丝吧 当然是我参加过快打旋风比赛 真的假的 在我们以前工作的时候 我去参加的 我跟你是同事的时候 我还有去比电玩大赛 你为什么要那个默默的做这件事情 不让我们知道 我们一定会去帮你加油啊 哈哈哈哈 加油 请教授 而且我还有赢哦 我不是第一场就输了 哦哦哦哦哦哦哦 我很认真练了一阵子 真是还好B节目有这个亦南代表 电玩宅代表啦 对而且他那个里 我刚才找到台湾 现在他里面很白痴的是 因为那个相铺选手叫本田 就是他的英文叫HONDA吧 对 然后他里面叫Toyota 哈哈哈哈 我好幽默哦 哈哈哈就是日本两大国民车品牌 他算是致敬的有点想法啦 对啊对啊 不是乱来的啦 哈哈哈 然后主角 其实是又有小叮当的元素啊 对小叮当啊 就是他大熊 然后他欺负他的人是阿福啊 季安啊 季安 他叫季安 可是他的造型是阿福 对 他很贪心耶 哈哈哈 我他就觉得说 这是什么都要 然后后来里面又有七龙珠啊 又有一些其他的元素这样子 对但我目前想到 比较明显的小叮当跟那个啦 快达楼 没有谢龙珠就是他后来变身啊 对啊对啊 还有魔鬼终结者 对啊 就这三个啦 对啊 欸可是那个年代真的是很多这种耶 就是像我们刚刚说的嘛 就是香港王金 然后台湾就朱炎平啊 对啊对啊 游夏尔我不知道是谁导的 也是朱炎平哦 毕竟他是好小子第十集 他是模仿七宝奇蒙啊 哦 对啊 也是找海盗穿 所以朱炎平就是一直在搞这个套路 我非常有印象就是臭屁王 模仿致敬啦 致敬卓别林的城市之光 是这样吗 那个其实蛮过分的耶 他的故事 他致敬的那一段是 你还记不记得那个 那个叫什么 吴梦达 哦哦哦 他照顾朱英 然后朱英在那边是演一个盲女 哦有耶 然后就是算是凑钱给朱英去动手术 对对对 然后朱英之后就是恢复光明了 对然后他走掉 但是他认不出来认那个吴梦达 我只是说认大话 吴梦达 然后一直到听到他的声音才想起 是帮助他的那个人 但是他那时候其实是有男朋友的 对就是一个遗憾的故事 这是卓别林的城市之光 真的哦 一模一样的剧情 真是 我觉得真的也是致敬啦 哈哈哈 好吧 只能说以前资讯不流通 就很容易发生这种事情 对啊 还有一个就是我 搜烟跟你聊的 叫做丑探七个半 他其实是我一部小时候很喜欢的电影 也是朱彦平导演 可是我后来长大之后才发现 他是致敬国外的一部片叫做怪焰 他的演员阵容很强大 我记得好像有看过 张晓燕 顾宝明跟曾志伟都有演 他里面有一段我非常印象很深刻的剧情 就是我小时候看到真的非常的害怕 因为他就是等于一群侦探到一个宅地里面 然后一直发生命案 所以他就要找出凶手是谁 然后其中有一个人的死法 就是说他翻了一本书 然后他因为在翻书的时候 他会舔手指 所以那个凶手 杀他的方法就是在书上涂水银 而且他里面的死法都很可怕 就是小时候看也是有阴影的那种 那我长大之后才发现说 干这不是模仿外国的 柯南也有啦 哈哈哈哈 柯南也是有 柯南也只有穿到他的洗髮啦 现在我印象超深刻耶 就是因为我们做音乐 其实都会用一些 现成的一些音乐元素的网站 可是他有的是有打那个 什么license free 我说我们用的现成音乐网站 是有付钱的哦 就是我有 譬如说一小段旋律或什么的 现在的歌迷是厉害到 我里面的一个sample maybe只有 可能5秒10秒 像之前熊仔就有被人家说 抄袭什么韩国的某一个团 他其实就是在 音乐库里面用同一段sample 然后那个sample 可能只有5秒到10秒 然后也被歌迷认出来耶 可是当然其实只要你有乖乖的付费 使用他其实是正当的 呃是正当的 可是他会重复买很多人啊 所以你慢出的时候 有可能你就是会被人家讲那个啊 哦对啊你会被人家说话没有说 对啊对啊 现在我觉得网路这么发达 而且还那种自动比对的什么之类的 东西 根本就不可能这样子搞啊 是是是 好了可是说实话 我本来不太想要放这部进来 不是因为我觉得他不值得这样 而是因为我觉得他 他一来是港片 所以他跟前面两部台湾片有点不太一样 是 二来是我觉得他其实就是应该要跟 东城西旧放在一起这样 哦 因为他们同样 东城西旧也是赫碎片啊 可是他们就同样逻辑 他们全明星阵容啊 真的耶 All Star 嗯 好啦反正这部就是 王金导演的片嘛 然后他当时集结四大天王耶 其实只差黎敏而已啊 是是是 而且那时候我还查了一下 他是说黎敏的官方说法是说 档旗乔不容啊 我看是黎敏这个人哦 被排挤 这我不敢说 对反正就是 他就用郑达华取代黎敏 我觉得黎敏演那个角色 我也是觉得蛮不忍的 哈哈哈 印度阿三 哎 里面都放很开耶 对啊 而且我其实尤其觉得 张学文那个角色放超开耶 其实我们那个年代的港片 好像明星都可以放很开啊 应该是说那时候的港星很接受 演喜剧片吧 对 其实我觉得里面 唯一比较有包袱的 好像只有正义剑吧 其实他都演超开的啊 对啊对啊 连许智安的那个角色都好丢脸啊 哈哈哈 他就演季安啊 超丢脸的 真的耶 哈哈哈 我都想到 项弦乐就觉得 哈哈哈 就这样说 你凭什么唱项弦乐是这样吧 对啊 他跟张学友来一首嘉义丙丁 哈哈哈 哎张学友在里面丢脸程度也没有底耶 可是张学友他丢脸的戏 绝对不止这一部啊 其实张学友演技很好耶 是啊 而且你看他那个扫把头 那个年代真的有引起风潮耶 这你确定吗 没有因为他自己本身后来剪的头发也是那种偏向刺刺的那种小平头 哦 再长一点点 然后他也是会魔法教让他竖起来 有吗 有有有有有 所以有一阵子就是大家喜欢张学友的人就会这样子一直撸那个头 哈哈哈 跟扫把头一样一直 呃呃呃 这样撸 还有我剪啊 他里面还一直在讲这件事情啊 对啊我剪 因为他那个天哪我都已经忘记他本名叫什么 凯尔就是阿里古啊 而且这部片的明星有谁还就可以念出来给大家知道 是 像刘德华 张学友 郭富城 四大天王之三有演吗 嗯 还有任达华 现在影帝 以前演到印度阿山 任达华真的很帅耶 任达华很帅啊 我在北京有一次 在路上遇到任达华 他只在路上走而已哦 他因为他真的太帅 他很快就被大陆人认出来 就开始蜂涌而上把他围住耶 真的假的 诶那个真的很惊人耶 就是他就动弹不得 他就跟什么你知道吗 玻璃框里面的小白鼠一样 他从他一直尝试想要从角落冲出去 他后来怎么脱身的 他没有脱身啊 我看到的时候他就是被团团围住了 哈好可怕哦 他一直想要快步离开 比如说看到这里有个缝他想要冲的时候 然后就马上有人 诶就把他围住 诶对然后也不是要找他拍照什么 就只是把他围住 就是围观而已啊 但他本人是真的帅 只能说他真的穿的太帅了 穿一个长大衣 他穿的很有型是不是 嗯很酷 然后一下要被认出来 可是我觉得这部片的所有明星 现在还是会受到这样的待遇啊 除了任德华 我接下来要讲的就是正义剑嘛 哦 他也是演人鱼传说啊 最喜欢让他还是那个红星只有一个好男 哈哈哈 哦可是因为古惑仔我就不熟了 哦古惑仔很赞 古惑仔我比较喜欢张耀羊 哈哈哈 哦乌鸦 张耀羊的身材多好啊 那个时候 对啊是啦 啊然后还有张卫健 那个时候也是蛮红的啦 对啊 也是喜剧第一把 张卫健现在可是在中国讲脱口秀 讲的病病病病病 真的假的 我不知道耶 我记得他就是参加那种演讲的节目 哦可是他的确就是走 口才好 口才趣味 因为毕竟他也是韦小宝嘛 对韦小宝啊 然后还有许志安嘛 还有秋淑珍 对啊女生是秋淑珍跟杨采尼啊 哦 玉女 那时候的玉女是杨采尼 我突然想到为什么 杨采尼他在所有的片里面都可以直接叫采尼 哦对啊对对对对 我记得他在 那个啊 那个 考学威容还是什么的 对也是叫直接叫采尼啊 好好哦都演自己就好了 对啊 他从头到尾都只要演自己就好了 而且他在所有片当中都是玉女啊 大家也没有想要让他搞笑啊 不像秋淑珍还要搞个笑 秋淑珍是还要卖性感 因为他那个时候在玩那个什么虚拟电话的时候 他也是不免俗的要来一下赤裸羔羊 就他们那时候就是蛮把那个刻板印象发挥到极致啊 是是 对一个人的刻板印象就把他压到爆炸 对就是现在看起来都很政治不正确 像秋淑珍出现就是一定要有性感的桥端 是是是 但是那个年代就很流行这样子 而且我们小时候也是看的蛮开心的 这个真的是全明星阵容啊 就是如果说现代的观众没有把他想象 你就是想象就是说那时候就是漫威等级 就漫威还是他们是先找不红的人 对对我就这个意思 对可是这个时候他们都是已经天王天后了 还要来演这个片 然后演一个搞笑片 而且里面有很多经典的台词 现在看也是很好笑啊 是啊是啊 这个世界多么美好 现在还会用耶 是还有什么我是吴君如 就是他 不是我是春丽他妈吗 没有他是说不是 是张卫健被打了之后 然后他就从废墟里面出来嘛 然后大家就说天哪你是悟空 他说不是我是吴君如 哈哈哈哈 我背心哦 但是我其实很爱的是那个 你这次看才看到的那个 就是水电工来他们家 然后说 反正你不要勾引我 我很爱我老婆 我好爱哦 其实电视有播我会看啦 就放在那边你就会有一种 时时有一些笑料的感觉 哦是没错 欢乐的气息 所以这也蛮适合过年过节的时候放 是啊 他其实就跟东晨西旧一样 对啊 就是你就会不会看 他日赫碎片就是因为他到最后一定有拍一个大合照啊 耶 而且为了那个大合照 那个郭布成还特别来 对啊 郭布成本来说因为他是警察署长的小舅子 所以他不用穿越到过去 对对对他戏范很少 明明应该是党齐乔布隆 对我也觉得应该是党齐乔布隆 对啊 但最后还是有先拍了一下 就是这个套路现在应该不迟了 可是说实话王金那时候拍的片 我们小时候其实蛮多都蛮爱的 对啊 对啊 还有一部就是很有名的也是 叫做鹿顶记 哦 应该有看过吧 当然有啊 对啊 而且他那时候鹿顶记不但有秋淑珍 他也请来林青霞 对啊 对啊 其实很酷耶 你就想说林青霞一个也是 玉女 然后演那个头上一根的那一个 对啊 哈哈哈 神龙教卓 哎 那超棒的哎 你记得他第二集 他又说服我 然后他就服 他就服他的头 哈哈哈 我小时候看他好爱那一段 对啊 鹿顶记真的太经典了啦 这个要讲到另外一集 讲到拜托那个还有许锦江哎 哦对啊 我也好爱许锦江哦 对不对 张敏 演皇帝那个叫什么名字 文兆伦 对文兆伦 对啊 整个都是全明星阵容哎 那时候很容易就全明星啊 然后都做一些很荒谬的事 可是我小时候是爱鹿顶记的 鹿顶记很好看 真的很好看 他其实算是武侠类嘛 他就是金庸啊 可是我觉得金庸 对于他被改拍的武侠片 应该不满意 可是我觉得 呃 韦小宝应该是最接近援助的 因为 你是说个性吧 因为他的个性也是 因为周星驰演韦小宝 真的演的好 啊 应该这么说 武侠我本来也想要录的 可是就是苦于最近没有武侠片啦 要不然武侠 我们应该都是相对来讲 比较有感觉 真的 对啊 哎 还是如果说大家各位 会听众你如果小时候有一些觉得很好看的片子 然后我们漏讲的话你也可以在留言 对啊 不管是用YouTube或是用Apple Podcast 你就可以留 你小时候最爱看哪一部片 然后你就很北蓝很好笑的 好啦那今天的节目差不多到这边结束了哦 大家不要忘记 如果说你有在用Podcast的平台收听的话 最起码给我们五星好评啊 很简单嘛 不费力气的 YouTube按个赞也可以 对啊 订阅一下 我觉得这蛮重要的 好哦 好啦 今天的节目就在这边结束了 我们下礼拜再见啦 我是阿杂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啦 我是阿杂 我是张恩 拜拜 拜拜